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國家工委管理處 保育研究科的課長莊振賢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認識 東沙環礁國家工委的海洋生態 這裡是東沙島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整個東沙島都是由我們腳底下 這些小小的沙子所形成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些沙子 它其實是由珊瑚的碎屑 貝殼的碎屑所形成的沙子 這些沙子我們稱它為 從海來的沙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是我國 第一座海洋性的國華公園 也是唯一一個 以珊瑚環礁為主體的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 面積大概是台灣面積的十分之一 整個國華公園發展裡面 有東沙島的倒野環境 海岸植被 海草床 像珊瑚環礁的生態系 以及大洋的生態環境 這些塑造多樣的山洋群聚 豐富的一類資源 齊度高的軟體動物 節肢動物 這些都是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非常珍貴而有特色的生態資源 就地理的角度來說 東沙環礁是南海北部唯一的大型環礁 而且以它分布的緯度二十度來說 它的位置相當北邊 更重要的是它遠離周邊陸地的影響 就生態特性來說 它具有隔離獨立的特性 這也是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最重要的生態特色 珊瑚礁生態系是一個具有複雜空間結構 與高的基礎生產力的生態系統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物種 是以珊瑚礁生態系為棲地 因為它具有高的生物多樣性 與高的基礎生產力 所以我們稱它為海洋的熱帶雨林 東沙海域有萬公頃的珊瑚礁海域 它有不同單元的生態系統 所以它有豐富的生態象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它有283種的珊瑚 有649種的魚類 除了這些珊瑚魚類之外 它有相當多的無脊椎動物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軟體動物有204種 脊皮動物有30種 脊椎動物有43種 這些豐富的生態 讓東沙環礁形成一個生物熱點 東沙島沿岸由珊瑚沙貝克沙 所形成的千海環境 以及相對清澈的水質 它運用了廣大的海草床 就好像一片海洋森林一樣 整個東沙島的海草床面積 大概有1185公頃 是台灣海草床面積的20倍 海草床被誤認為是藻類 其實它是具有根金月器官的微管樹植物 就跟陸地上的植物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生命週期是在海裡面完成 它在海裡面發芽生長開花結果 海草床是東沙海域最重要的初級生產者 它具有穩定沙質的底質 它提供魚下貝類的福育場所 它提供了棲地空間 它是東沙海域最重要的生態貢獻者 海洋國家工業管理處 這幾年在東沙環礁國華公園 進行了相當多的生態研究 與建設計畫 我們深深的了解到 東沙環礁它具有高的生產力 與高的生態多樣性 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自然資源 我們非常幸運地擁有 這麼獨特的東沙環礁 希望大家與我們海洋國家工業管理處 共同的保育這片珍貴而獨特的自然資源 謝謝大家